明月當兇, 美人在譜 寡人的確是天下間第二幸福之人 那誰是天下間第一幸福之人? 當然是美人, 美人你有寡人愛惜 還不是天下間第一幸福之人? 大王取笑人家 寡人說的句句都是真心話 若然美人不相信 可以否開寡人的心體清楚 這麼欲酸, 神妾真的不看 寡人看來跑去哪裡? 敏大王, 小人今天捕獲的大魚 將已捕成魚巾 請大王跟娘娘細心奉順 快回去程上 是 有志漢, 父家… 有志漢, 父家… 娘娘, 不用怕, 給你一點討伐 出發, 大王 大王, 小心 大王… 大王… 大王 我說第一天學刺繡 刺傷手指也不奇怪 大師姐, 你的複萬壽逃手 已經幾天了, 還刺傷手指? 不知道為什麼 早上還有些心水不靈 形著會有些事情發生 我就知道有什麼發生 你什麼時候還沒預約才知道 有些事情不是要預約才知道 大師姐, 你今天心水不靈 無非都是妒忌大王和夏盈春雙雙出遊 逍遙快活而已 你說到哪裡了? 拜託大師姐, 你別再口硬 如今人家入住了你的東宮 還陪伴你為大王出遊 你不介意?打死我也不相信 那…擔心還是有些 你是擔心大王掉下江 還是擔心大王和夏盈春 輕輕我我, 樂而忘返 忘記了大師姐你? 你也挺刻心 就大王掉下江也有 說笑, 你也這麼著緊 你還說你是不是想念大王? 娘娘…大師不表 大王遇息墮光, 如今不知所蹤 這次大王遇息墮光失蹤 毀實令人心急如焚 本君已經全力樂氣 全力緝拿刺客歸案 還要將刺客尖皮拆骨, 以警效忍 下官認為當無至急 但是全力搜救大王 沒錯, 如今大王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搜尋的工作絕對是刻不容緩 我等必須集中人力 全力援光搜尋大王的下落 這層當然 本君已經命田囊中令負責統籌 跟援光各城鎮官員通令合作 無必盡快尋回大王 搜尋大王固然要緊 但是朝中政務也不能荒廢 沒錯, 齊國每天都有這麼多大小政事 絕對不能置諸不利 那倒是 不知道各位大人有何高見呢 信陽君大人於朝中, 得高望重 暫待大王處理朝中政務 實在最適合不過 不行 本君何德何能 豈可代替大王之職呢 信陽君子依然差矣 當今朝中除信陽君之外 誰日有資格有能力替代大王之職 沒錯, 還望信陽君大人 以大局為重 以大局為重 情非得意 好, 本君就當仁不讓 暫待大王處理政事 直至尋回大王為止 信陽君敢於承擔 實在是賢齊之福 只不過有兩件事 是很需要各大人通力合作的 首先, 萬萬不可 將大王失蹤一事洩露出去 以免人心活 信陽君大人真是思慮周全 其次, 此事暫時不宜告知太后 以免太后憂心招累病情加受 信陽君大人 西公娘娘於殿外求見 娘娘的意思是想親自前往守舊大王 當然了, 救人如救火 此事絕對不能有任何拖延 否則大王只怕會有性命之餘 娘娘稍安無操, 守舊大王之事 本君比娘娘更加焦急 過以本君之見 娘娘更適宜留在宮中 因為有更重要的事情代娘娘去辦 信陽君所指的是… 朝中正事有本君到大王處理 守舊大王之事有田郎宗令負責統籌 至於後宮方面 就有勞娘娘穩定人心 尤其是太后和東宮娘娘 更需要娘娘關懷和安撫 無謂姑娘, 放個銅盤在這裡 無謂姑娘, 你不是打算用水 就能夠找到大王的下落吧? 你這個到底是什麼把戲? 這個不是把戲 是奇門遁甲之中的懸光術 懸光術? 這樣也行, 明明是吹水 無謂, 你要集中精神才行 你看 他們兩個字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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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麼集中 無謂, 你在想什麼? 看來無謂姑娘 心中記掛的是硬卿, 多過大王 無謂, 我被你氣死了 你平時不可好練功 到緊急關頭, 只有半桶水 你說現在怎麼辦? 誰叫大師姐 你嫌這些懸光上去旁門左道 自己又不怕 糟了, 現在想去救大王 也不知道他身在何方, 無重去救 怎麼辦… 大王福大命大 之前經歷過幾次劫難 全部都能夠大捕難過 相信這次也不會例外 是呀, 信陽君已經調動人手 展開手救 應該很快有消息 最怕到時候找不到的是大王 只是大王條絲 好的不靈, 醜的靈… 不是, 醜的不靈, 好的靈 什麼? 什麼? 盈春你把東宮娘娘養給本宮? 盈春實在是無才無德 難以擔當東宮娘娘之位 也算你有些自知之明 之前大王被懷疑說是書童假扮 被修壓天爐 其實盈春你甘願和大王生死與共 也看得出你和大王是有情有義的 對, 比起姐姐, 盈春簡直是望塵莫及 大王有難 願得姐姐單人匹馬 千辛萬苦, 走入人證物證 大王才可以洗脫嫌疑 但相反盈春呢 我只是懂得妒忌喝醋 還要處處和姐姐爭一日之長短 盈春實在如不可及 橫望姐姐大人筆記小人過 盈春, 你知道嗎? 你別這麼說 其實各人都有各人的長處 事實證明 姐姐才是實至名歸的東宮娘娘 只要姐姐可以救大王的話 盈春甘願以後長處西宮 以後不會跟姐姐真名奪利 你們說得出做得到才好 無謂 盈春答應姐姐 以後會勸勉大王, 勤政哀悶 做個看出黎民百姓的明君 盈望姐姐不計前嫌 出手相救大王 這個師父 有事就永遠都不見人 沒事的時候 就塞經無臣走出來嚇人 也不知道自己嚇人真 大儀, 大王下落又不明 生死又未覆 大師姐, 你真的打算不去找他嗎? 剛才師父是要逼我做娘娘 輔助大王而已 如今大王死貴了, 我就甩壞了 師父 無謂, 你不是吧?想謀殺親屍嗎? 不是這樣, 師父你又怎麼會出現 每次有事的時候 師父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我不知道去了哪裡 不是我上次提醒你, 壞腳的事 你懂得趕去燕國 把書童的鞋骨挖出來 證明大王身分? 知師父, 理晨通廣大了 現在無嫌有很重要的事 求師父再次指點 師父, 大王被拖了上案 那就是說大王沒事吧? 那倒未必 可能大王已經炸武鬼死了 或是被刺客發現 拖了他上案呢? 猜過你 師父…那大王現在是生是死 大王若果真是歸天 我也懶得現身 花這個氣力施展懸光術, 是不是? 那就太好了 那師父… 現在大王身在何方? 大王命格大力於東南方 你沿著江邊, 向東南方找吧 謝謝師父指點 好, 走 師父, 你說收徒底 現在有夫君就沒有師父了 連拜別一聲也磨走了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鈴鐺 訂閱吧 找個小鈴鐺 開動